大家好 今星期受美國方面的經濟數據表現理想 通脹的上升憂慮大家再次觸發起 科技股份再加上很多企業都面對著來自反壟斷的問題 以及季度業績順於預期的國別表現 很多科技股份尤其是重磅那幾隻債務暫時 還未脫離整固的階段 亦拖累港股今個月八日在2.8萬這位置做穿梭 而看回港股表現 相信要留意內地股市可否持續一個比較好的反彈表現 再加上整體大市氣氛 現段都會把科技股份的資金暫時 既然政策不明朗 也不是投資主打的題材性股份 其實資金也在今個星期繼續找一些新的板塊 或者未有政策干預板塊投放 當然今個星期初期有黑色期貨方面 即是今後一些資源類的期貨內地方面收緊 令到資源股本身今個星期一還炒得好 其實現階段已經是整個星期二開始踏入調整的階段 所以現階段可能資源類股份都要忍耐一下 反而看到一些醫藥類股份 以及一些消費類股份 其實就不守一些叫政策去干預 反而做得比較理想 就算你說之前比較落後的股份 其實都跟隨著內地反彈 例如中資保險股或者券商類股份 但這些投放意欲 或者疫情暫時不是那麼全面 可能你說跟隨著內地股市反彈都可以少著跟進 但我想長倉來說 可能要等到一些營運數據進一步的理想表現 可能才建議作中上線時候 現階段可能就是大家尋找個別落後的股份來炒作 而看回港股表現 都預計在27500至28800這個區間上落